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认为你来讲 那现在呢我们都很常 流行讲母语式的学习环境 那什么是母语式的学习环境呢? 就像老师的爸爸是 韩国华侨的关系 所以我们平常就会一直接触到 韩文中文 然后韩文中文 那所以在聚焦线上真人家教学习 老师也会带领大家 用零负担零压力的方式 一起來了解韩文 韩国华侯 韩国更充满中国式 老师上课的时候呢 会跟同学聊到 就是老师喜欢的地方 那像在吃的方面 就是食的方面 老师呢蛮喜欢吃 就是开地汤 就是它是牛肉的排骨汤 然后再来的话像是住的部分呢 如果同学要去韩国旅行 那非常推荐可以住在宏大附近 因为宏大附近有地铁2号线 然后还有机场巴士直达 那其实离机场也是非常的方便 交通的部分 同学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地铁呢 其实会有很多的中文字 那公车的部分 虽然中文没有那么方便 但是我们只要学习了一点点韩文 看得懂一点点韩文的单字了之后呢 公车也可以知道怎么搭哦 住过韩国哪里 首尔 旅游的地方 大田 釜山 卫山 大丘 泉州 韩国哪里帅哥最多 首尔吧 喜欢哪一个韩团 没有 但是喜欢爱乌 推荐同学一个去韩国他一定要去玩的地方 太多了吧 不行 只有一个 卫山吧 他是在釜山的旁边 然后比釜山在更稍微偏乡下一点点 对 但是也是有海 那观光客没有那么多 虽然没有地铁 但交通也蛮方便的 适合比较喜欢去海边的同学 2018年是韩检开办的第20周年 那全球报考人数已经突破30万人了 那2019年末的时候 韩检的官网有公布一项最新的资讯 在台湾每年考韩检的人有突破1万人 然后最年轻的是12岁 最年长的是69岁 那欢迎大家来上我的课哦 大家拜拜